我叫洪韋哲 畢業於台南高工 今年統測考了682分 三年級的學弟妹們不要再逃避了 好好面對統測 放手一搏 考好這次考試 我叫陳毅化 今年是育達重考生 今年統測考了679分 我認為考生要有破釜承受的決心 在考試期間就專心做好讀書這件事情 然後模擬考的得失心不要太重 滿面考差會難過 但是不要難過太久 只要記得自己錯誤的地方 然後加以修正 成績自然會越來越好 我是陳怡璇 我畢業於台中加商 我今年同測考682分 我對學弟妹的建議就是 最好在高二暑假或高三剛開學的時候 就先訂一個你未來想要念的科系或學校 因為這樣的話就是比較有目標 你比較不會覺得好累喔 然後沒有目標 不知道要怎麼前進這樣 我叫周育成 畢業於台南高工 今年同測考了662.5分 我對學弟妹建議的一句話就是 你們要找到自己的讀書方法 這樣可以讓你們的讀書效果最好 我叫謝宏明 畢業於台南高商 今年同測考了674分 學弟妹們只要肯努力 國科不是夢 我叫莊子謙 畢業於嘉義高商 今年同測考654分 我對學弟妹們的建議就是 沒有盡全力就是浪費天賦 現在的努力就是為了未來的自己 加油 我是王玉祥 我畢業於南大附中 今年同測考了660分 我給學弟妹的一句話是 只要努力堅持下去一定會有好結果 我叫賴燕真 畢業於原林嘉商 今年同測考了677分 我對學弟妹們的建議是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但不努力一定不會成功 學弟妹們加油 我叫張明杰 畢業南大附中 今年考658.5分 我對學弟妹的建議就是 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在讀什麼 喜歡什麼 不要到頭來讀了一個不喜歡的科系 我是林慧宇 畢業於南大附中 今年同測考643.25分 我對學弟妹的建議就是 共同要顧好 然後題目多做 因為那是拉分的關鍵 對學弟妹的建議 派對學弟妹的建議 做詞